美国的滚筒压路机有多牛,重500公斤,360度无丝角,现在之所以交通这么发达便利,平整的路面是很有必要的,生活中到处都是板油路和水泥路面,沽路其实非常的麻烦,水泥路的话需要把不凝土倒在上面,用人力打磨平整,效率是非常慢的,而美国一家公司就研发了一块滚筒压路机,这种机器虽然可以用来修路,但大部分都是用来修路, 用来修排水沟使用的,需要经过特殊的定制,定制的滚筒24英尺宽,重500公斤,滚筒的直径为52英寸,搭载着T20紧凑型履带式装载机提供动力,一旁的输送机采放混凝土,同时滚筒就会在专业人员的操作下进行运转,360度的旋转,经过瞬间完成,非常地光滑平整,节省了大量时间,一天能铺设四五千米,节省了约6万美元的劳动力, 720小时的人力,虽然机器不便宜,但整体来说还是省了不少钱和时间,大家觉得如何?